博物侵蝕中华六甲雄外出家 比南市福高征的土地公廟 伊宿地基凡威康 路民王的民来榜 民众发现后 是马乡乡官议员土修美 定民代表会主席科技凡来登场 土修美也趕紧任务管政府的 幹部处和保障前来探紧 希望趕紧进行紧急的出息 以免土地公辈的给汽水穿走 好 六甲雄外出家 拿去水井刷牢 竟然还有酒瓶路段 南市福高征土地公廟 团出崩起的警方 福安庄土地公廟 因为多日来鲍鱼 鱼水的冲刷 实际福安庄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土地公廟 产生一个掏空的现象 也减车相关单位 向这个宣布的公司 今天来做一个紧急抢修 这个福安庄可以说 这间廟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 一个保护的措施 土地的照照出来 核大物的影响 让路边破坑 民众看到是心惊惊 关于完土修米 以赶金热路关乎干部处和包装 再来毁扣 希望我们赶金进行保救出事 已经让我们 因为处理到这几天的大水 都一直把它冲刷 冲刷到那边这边一直放 我早就虽然就有 工廟团委说要 怎样紧急处理 所以说今天早上 再特别过来 看现场要怎么处理 结果他们现在就说 因为水太大 也没有办法马上打装 一定要等到水拿到后 还有办法打装 也互助我们土地公壁这边 免得受这次的水災之害 我们钢板砖的部分 如果水拿到再拿 再到没法的时候 再往外打装 才会保持原来这个 土地公壁这边 这个空地保持原来的样子 保充标识会垫到没落后 以及拿水更小时 冠金来进行打铁锡 风气水粉继续沿下去 若是再来一丁大火 像也没得到保证 土地公的安危 让人欢乐 当中华新闻 林桂英 六甲彩虹报道